乌卡时代,我们稀缺的不是信息,也不是知识,而是智慧,是因地制宜,因人因事因事而变的判断力,认知力和行动力。 我们刚才探讨的乌卡时代的乌卡战略,包含Vision,愿景,Understanding,认知,Courage,勇气,Action,行动四个要素。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,这四个要素不是独立存在着,它们互相之间是相辅相成,相互联系的。 我们既要有分析问题的智慧,要去收获一种更高更广更深的认知,又要有行动的勇气。 我们既要有高大的愿景,能够看到未来的大趋势,有一个既定的坚守的方向,又要有脚踏实地,适合当下的行动。 那么愿景和行动之间的链接非常重要。 领导力大师Wallon Bennis曾经说过,领导力是什么呢? 领导力就是将愿景转化为现实的能力。 因此在乌卡模型当中,最重要的是Vision和Action,愿景和行动之间的链接。 愿景不是空想的楼阁,要有行动的支撑。 每一个当下,我们的所作所为,都应该让我们距离愿景近一点。 再近一点。